這個地方是給予聯發營的地方 我會和所有馬虎寶寶和奉獻者上司的地方 我會和Pranai Bhakta 停停停停 我這樣 你看看 什麼叫Pranai Bhakta 馬虎又要解釋這個詞 Pranaya 好像 我們昨天說了這個詞 即是Prame之後的 Prame Sneha Pranaya Man 七個階段是最高 馬虎巴 拉丹尼的成華 Prame 是順愛之後的階段 現在 他可以解釋 什麼叫Pranai Bhakta 即是有這麼高的Bakta 什麼定義是什麼 我們如何去認知這個人是不是 不知道誰是奉獻者 馬虎的解釋 你留意 馬虎的解釋 Prame Pranai Bhakta 就是Prame 就是順愛 Pranai 和Pranai OK 一個奉獻者 他在心裡 對主和對奉獻者 有一個好心的愛 所以他就是想和這類的奉獻者 他想和這些奉獻者去過巴加灣和奉獻者所祝福的地方 例如為何我們要去Pranai Pranai 因為馬虎寶和奉獻者祝福的地方 我們想到這些地方去朝聖 但條件就是我們需要和這個 有這樣的Prame 的奉獻者一起去朝聖 我現在的問題就來到 我們怎麼知道 一個這樣的人 是一個有順愛的奉獻者 簡單 這是一個很大的名題 其實他能明白到 誰才是Pranai Bhakta 那麼 通過他們的行為 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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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能知道 究竟他是否Pranai Bhakta 無論在24個消息之中 無論他做什麼事都好 他吃飯 睡覺 走路 說話 他所說的任何事 全部都是典範 是完全 我們甚至乎 他不會覺得 他所做的任何事 任何一件事 是一些世俗的事 單一個行為 都不會 每一個行為 全部都是超然性 他不會再做任何世俗的事 包括他吃飯 睡覺 通過這樣 我們就能夠明白到 他是Pranai Bhakta 但現在他提到另一件事 就是說 他有提到 好像昨天 他們說到 說到Pranai Bhakta 在Govadan 在Govina Kun 在那裏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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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朝聖的隊伍 雖然當時去到那裏 已經很晚了 但當時 那裏Pranai Bhakta 就跟會眾這樣說 他說 現在已經很晚了 我本身不是一個講經的人 但 Sutta Baita Thamada Maharaj 就給了我一個服務 就問我們去到哪個地方 聖地什麼地方 也好 那個地方的榮耀 你要是從經短 永恆采彈的經 或者 Bakta Ranaka那裏 那裏 哪裏提到呢 你要讀到地方的榮耀 從經書讀出他們的榮耀 所以我不介意去讀出來的 但是 如果你們想聽的話 那我才會說的 不然的話 我們就 我們就 去到我們自己的地方 之後看看怎樣做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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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來這裏 去華站朝聖 Bakta Pakta 去聆聽到 這些地方的榮耀 我們來到這裏 不是去做其他事情的 在我們割住的地方 我們已經是常常 飲食 睡覺 我們已經經常都做 我們經常都做 當我們在我們自己割住的 家庭 各個國家的時候 但是來到朝聖的時候 我們來這裏 是去哈利吉他 那裏 Pulimac就開始講課了 另一件事 Shiro Baratima提到的 Premier Bakta 他們非常精通於 在那裏 他要 不要介意一下 他要說些什麼 他要知道 那個適當的地方 說適當的事情 他是知道的 為什麼是這樣呢 因為 那一件事 在內心裡面展示出來 通過主的恩詞 在內心裡面展示出來 他們不是那些人 要來去鼓梁 或者 要來去寶盡心思 我們在這個地方 我有什麼責任 我應該想什麼 我應該說什麼 他們不需要想的 是 那一件事對他們來說 是自然的 有一個字 Shiro Baratima提到的 Sfutti Sfutti Sfutti是什麼 就是在那個 那樣東西 在內心裡面展示 任何展示在我心裡的呢 那 Bulimah 開始說到 Giligodan的榮耀 是什麼呢 Giligodan 這是我們 Shiro Raghunadakoswami 的八頌 Giligodana 是我們歌書 第七十八頁 裡面 你去看的 那個關於 Giligodana 請你給我一個居所 住在你附近 好使得 我能夠經常 能夠觀看到 Raghunadakushan 他就是說 那個 Shiro Raghunadakoswami 他的討文 去解釋 Giligodana的榮耀 Giligodana 請給我一個居所 接近你的 如此的時候 當他這樣唱的時候 當時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 完全是 是迷惑的 是狂起的 通過這樣的時候 我能夠明白到 這個Premi Bhattar 順愛的奉獻者 他們完全是 在對 對 那些 消遣時光的念頭裡面 然後 他開始 Shiro Raghunadakoswami 又提到 另一點 他又提到 這個故事 那個小偷的故事 我們昨晚說過 那個小偷 他是 從 Shiro Prima 在Premi Bhattar 那Premi Bhattar 說到 這個不是只有我一個人 可以看到 還有其他人 都可以目擊這件事情 他當時Premi Bhattar 去指責 那個精手生 為何你要去 攔助那個小偷 偷錢 讓他偷 因為他當時 處於 那麼高的Bath 的境界 意識之覺 是這樣的 總是 很多人都看到這個景象 他們 他們的心意 都看到 他們 看到之外 他們將這個景象 緊緊地保留在他們的心裡 各種不同的人都看到這個情況 有些人明白 有些人不明白 有些人明白到 那一刻 他有什麼叫Bath 那些是 那些是 那些是資深的 他們就不太激動 還有 他們知道 就是 不會為這些事情激動 因為他說到 除非一個人是誠懇 他說到這個誠懇 這個字 是誠懇 誠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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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不能夠 甚至乎 他集中這些事情 他集中這些事情 縱使一個 Premi Bhattar 可能來到我們眼前 而他的 而他的活動 我們可以看到 但除非我們自己本身是誠懇 我們將不能夠認知到 這些活動是非比尋常的 超凡隨悅的 這些活動是馬哈巴格的活動 我們就能夠把那一刻的事情 緊緊收到心裡 條件就是我們自己本身要誠懇 不然的話 如果有時候只是看到外在活動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自己甚至乎會搞亂 會混淆 我們甚至乎會認為 這是不當的 所以我們通過這些 純粹奉獻者Premi Bhattar的恩詞 才可以看到事情的真貌 這是這樣的 他的恩詞 他給予我們這種事逆 他可以看到事情的真貌 打開我們眼界 看得到 情況就是這樣的 預期所而見到 這是他們的恩詞 Premi Bhattar順愛奉獻者給我們這些恩詞 會不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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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意不是睡覺醒來 而是說 眾生對於一些物質的東西來說 是非常精通的 他很聰明 眉睛眼期 但對於靈修主義者 奉獻者 超越人士來說 他們對那些事 是完全不關注 不理會的 但相反亦然 我一會再解釋 這是博家梵哥的師姐 當時 他看到這個景象的時候 博家梵的師姐 進入他的內心 他明白到 Premi Bhattar 處於這個境界 他的知覺已經是 那個地方 那他呢 就是 對於這個世界的 已經不再知覺了 令到我記起 好像說 巴蒂馬也有說過類似的情況 他說 真正的 Sammadi 就是說 你完全知覺到那個世界 對這個世界的知覺 已經沒有了這個物質的知覺 剛剛相反 我們就對於那個世界毫無所知 對這個世界 我們就非常非常灌注 很沉迷 我記得那個說法就是 有時候你看到一個人 失去知覺 暈倒了 就真的沒有了知覺 但是 由於狂起的 失去知覺的話 你 愛在知覺 但是內在的知覺 你整個 心去了那個 變打分數 這個叫失去知覺的意思 普通人暈倒 因為 某些原因 熱得就是中暈倒了 那就完全沒有了知覺 但是 因為狂起 超然而的愛而 那種知覺 就是這樣的 所以 那些 有這樣的智慧 有這樣的示威的人 通過這些純粹奉獻的恩詞 他們心靈相通的時候 他們可以知道 啊 這個世界毫無境界 所以 最後馬克拉都經常說的 例子就是 需要一個馬克巴的話 你是頂班奉獻者 才能夠了解另一個頂班奉獻者 那種能力 這種能力 都是需要頂班奉獻者 給我們 我們才對他們的地位 有若干的了解 這個也不是 便宜的事情 那種能力 去年的時候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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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 當時 巴奉獻者 就很簡單的答案回答了 如果你是誠懇的話 那麽 今天呢 他再一次再進一步 去解釋何為誠懇 其實這個問題呢 我記得呢 我們2009年 在馬來西亞 Gurladee維亞薩 Puja的時候 有一個北歐的女奉獻者 都問Gurladee同樣的問題 Gurladee被引同樣的答案 他問Gurladee你經常講經 都說我們要誠懇 誠懇 那Gurladee很簡單的說 就沒有這次解釋這麼詳細 Gurladee的答案就是 他誠懇就是 你的心裏面 你只是想要Krishnah 你什麽你都不想要 Gurladee很簡單地回答這個答案 跟Gurladee的答案 是一模一樣 和同一個經典 所以我們從這樣去知道 從他們所說的說話 是沒有分別的 我們就知道 Gurladee和Gurladee的答案 是沒有分別的 他們可能在我們的視域看到 我們不能夠協調到 又覺得他們外在不同 Gurladee又不讓女性碰他的鞋 不讓女性碰他的腳 但又不讓女性碰他的鞋 又不讓女性碰他的鞋 好像他們不同 如果你憑這些細頭細尾的事 是去執拗著的話 那就不能夠說 但是如果我們要從大陸 那裡了解的話 要知道他們是沒有分別的 兩個純粹鳳姐 總之有時候他們表面上 好像有些爭拗 甚至乎 都是沒有分別的 我們要明白 好 很容易看到 誰是Premier Bacter 還有我們怎麼知道 有一個人誠懇地 希望成為一個純愛的Bacter 兩個情況 很容易可以知道 這個人是一個純愛 已經有純愛奉勸者 另一個奉勸者 雖然現在沒有純愛 但是誠懇地走這條路 想成為純愛 那類的奉勸者也很特別 我們現在要嘗試去培捕這條路 了解到 要分清楚 眼界看得到 原來 原來的中心就是 他們是 再沒有時間 去追求這個物質世界的東西 這個世界上 世俗的東西 他們沒有時間 他們完全貫注在超形性當中 這個我們也從經典知道 這個就是一個叫Barbakty Barbakty有九個徵兆 Barbakty有九個徵兆 Beginning from Shanti Santi 它是寬恕的 Santi 然後有一個叫 Something Color Trump 意思就是說 它不會浪費一些時間 來對世俗的東西 待會他會說到 純粹奉勸者的心目中 他們知道他們最保佈的資產 就是時間 他們的資產就是時間 他昨晚講火說到 千金難買串光陰 時間一過了 你有千億萬的家庭 你都買不到回來 所以我們的時間 只要讓他們去做白條 不是去做錦金香樂 或者去新自推敲 求取非人格性解脫等等的東西 他經常善用他的時間 他經常所從事的活動 全部是跟巴格灣和奉獻者有關的 這就是 一個去追求純愛的奉獻者 或者已經有純愛奉獻者 他們的時間管理法 是很難做的 重點就是 當這個小偷去偷錢的時候 當時 有很多其他人在場 但是 有些長輩 他們是絲毫不受到困擾 但是有些年輕奉獻者 他們怎樣做呢 當時的反應 他們 並沒有這麼高的境界 他們就很衝動 就想捉著小偷去打他 我們見過的 我們見過的 我們說回來 你有沒有見過 見過 你沒見過 你沒去過那碟 什麼地方見過沒有 其他地方 你見過沒有 你見過沒有 我們在那碟那裡 見過有一次 有個小偷的年輕人 就偷了東西之後 就被一幫很年輕的 萬加拉伴侶 就在我們身上 幾個人 就抓他上台 在眾多人 我想幾千人面前 他用拳頭去打他 對 打到砰砰聲 那個年輕人也很慘 只有二十多歲 他剛才的意味 就有十一景白的意味 不過我們可以見到 這個境界上的分別 那些年輕人想去打他 想去打他 但是 那些年輕人想去打他 他們的心痛 他說 為什麼我們肯定要教訓他 一頓 他們的專注在其他地方 而那些諸心奉勇者的專注在其他地方 當時 這個詩節就在我心裡 就是剛才說的博家凡那個詩節 Yanisa Sava Bhutanam 我們回去自己查 Yanisa Gurude 對那些 跟這個世界有關的東西來說 衛物主義者 他們經常 他們對這些東西是很清醒的 一個號碼那麼多 他也要打官司 要寫完 寫完 但是 對於真正 對於靈性上的目的 真正的利益 真正的財富 他一點都不理會 他們甚至乎 一刻的時間 都不會 追求這個靈性上有價值的東西 這就是唯物主義的意思 這就是華為之清醒 他又覺得 現象世界一切都是 眼見就是事實的 我們追求物質上的財富 等等的東西 就是我們首要的任務 當前知知的任務 你說得那麼圓 什麼靈性 告魯級 Darvin 他們是完全 你不會花時間 你不用指望 說話不能入心 你跟他說 就浪費 他覺得你浪費他時間 找到時間 賺錢更好 我想起我們的水哥 我不是說他 哈哈哈哈 不是 我說他經常 都要面對這些人 但是他又很想 在我們轉角 我不是說他是這樣的人 你不要放在網上 你不要放在網上 我剪掉他 那些完全 去覺悶到自我的人 他們經常 很留意著 是 什麼跟真正的財富有關的東西 什麼跟靈性有關 所以說到財富有兩種 一種叫普通世俗的財富 就是世俗的Lakshmi所比的 但是另一種財富 是Raddolani所比的 叫Prey Madan 順愛的財富 所以物質財富 錢 這個道家女神獸 給你淒財子禄的東西 就是世俗的財富 但是另一種財富 是靈性財富 對Christian的愛 狂喜等等 服務心髓 這些 魔牛姑娘滑爭心髓 文章尼巴巴 這個Prayadassi Raddassiam 這些 這些真正的財富 唯物主義者 是絲毫沒有這樣的興趣 這樣 他們一刻時間 都不會放在這些事情上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認為 他們認為 因為 時間是最寶貴的 如果純粹奉獻者 他們知道 那些時間 如果你不是要來做服務的話 這些時間永遠都不會回來的 時間不會反過來找你 千金南亞寸江陰 這就是純粹奉獻者的概念 當時 舒勒巴天馬 他說 當時 這個詩節 就進入了他的心意裡 他記得 博家凡國 當眾生 沉沉入水的時候 純粹奉獻者 就很清醒 而當純粹奉獻者 入水的時候 眾生 就很清醒 令到我記得起 最典型的例子 我說真人真事 當時 我們在舊廟的時候 就在七寒道 那裏 七寒道很旺 都是旺區 右下區 我們那時候 早上4點半 上蚊加拉鐵的時候 當時 樓下有一間 叫做 迴轉壽司 4點半 還有人去吃壽司 那個年代 就是這樣 我們很強烈的 感受 就是 我們上蚊加拉鐵 崇拜主 但是 民物主義者 正在享受他們的感官 然後他說 他說 我自己 都由 我自己去諮詢奉獻者 其他資深奉獻者 包括 連他自己在內 他這麼得高望重 他這麼進步 純粹奉獻者 他都仍然 他說 我只是再諮詢一些 去諮詢一些 資深奉獻者 問他們的意見 來對大家討論一下 究竟 我這個 看法 這個想法 是否正確 是否正確 所以這個原則 一再一再 我們所做的任何事 全部都要 under guidance 很小心 如果不然 我們變成 昨天說過的 心智推敲 或者是一廂情願 憑感情用事 等等的事情 全部都在靈犀裡 是 沒有這回事 全部都要印證 有什麼 有什麼看法 有什麼想法 有什麼念頭 去問一個純粹奉獻者 讓他去 到鋸牙 去降木 拿去照顧費 等等 那你便會 所以 舒立巴天馬 說到 我對Polyma 這樣看法 是否正確 沒有這回事 之後 他們批准 是可以的 這個看法是百分之百準確的 如此的時候 所以我們不能依靠自己的心意 我們不能依靠自己的心意 他們要去諮詢那些資深的權威人士 他們要去印證 他繼續問問題 我們繼續去 那就是 說到Hindi Supat Mathapriya Prabhu 他是 我認識的這麼多個 翻譯裡面最好的一個 這個絕對是 他的翻譯簡單易明 還有 九成九都準確的 全部都說齊 他還在問問題 再澄清一些 他幫我們問的 什麼 他幫我們問問題 不是他幫我們問的 那個問題是他自己這樣問的 我覺得是他 他澄清 昨天 因為延續 他昨天延續 很自然的問題 我們怎麼知道 誰是Premium Bacter 昨天說 那個題目也繼續 這個 我認為他幫我們問的 這個結論呢 他說 兩個人來到了 第一件事 一個人呢 可能他扮自己是Premium Bacter 他可能扮自己是Premium Bacter 他可能扮自己是Premium Bacter 另一個人呢 可能是一個 真的Premium Bacter 已經有順愛 有一個是扮的 還有呢 他強迫別人去接受他 有順愛的Bacter 這些就是可圈可點 這些其實是很到位的 有些人就要 啊 我是Guru 我是GBC 我是Sanyasi 你們全部都要歸於頂拜給我 但另一方面呢 真正有順愛的Bacter 他是很低調的 他也不會這麼強求 這些世俗上的事情 一個有順愛的奉興者 他不會做這些事情 他不會跟別人去 訓牛說自己是Premium Bacter 但是第三者如何去明白到呢 誰打誰呢 比如 我自己本身來說 我又不是那麼有資格 我亦都不是那麼熟經典 那怎麼辦呢 同一個時候 我甚至乎沒有什麼智慧 我怎麼能夠明白到呢 馬拉特這樣說 他說 他是兩方面的 這是雙向的 兩種方法去認證 他舉一個例子 一再一再他舉這個例子 他講到一個例子 例如 一個例子 一個學生 他是去讀 高中 我當是高中 然後呢 另一個人呢 是一個PhD 教授教育的人馬 來教他 幫他補習 他說 這個老師對我來說 是不對的 他正確 不能夠好好的去教我 我對他是不滿意的 他說 那不如 你可以幫我更換老師 這樣 馬拉特這樣說到 一個 高中 他都能夠明白到 一個PhD 是不夠了 的 這樣 為什麼呢 原來他的答案就是 因為他是性狠 因為他性狠的時候 他能夠很清楚明白 所以同樣 如果我們是性狠 在我們自己本身的部分 這樣的時候 就會變得很清楚 我們就會知道 誰是打誰的 我們很容易可以去認知 那是否一個Planinobacter 如果我們自己那方面不性狠的話 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無論 就算我們遇到一個 或者我們遇到一個Planinobacter 也好 我們遇到或者我們遇不到也好 我們會欺騙自己 我們會自己欺騙自己 情況就是這樣 所以就算被我們遇到也好 那怎麼辦呢 你遇到了 如果我們不誠懇 不是想要對Christian服務的話 我們就會欺騙自己 那個中心點是這樣的 他一旦再進一步 再深一層 再幫我們去發問 因為呢 現在有時候就說 喂 我真的不是很誠懇 我發現我自己還有內心 在那邊呢 還有很多惡習 很多anatta 那我不誠懇 那我就會欺騙自己 或者被人欺騙 那我看一看 Shina Bharati Maa 怎樣引述博家瓦談 是Christian和烏特華的對話 來解答這個問題的 是非常可思的 是想在這裏 是一段時間 我還在等著 還在等著 他提到誠狠有兩個定義 憑自己的記憶 這個英文字誠狠 是一個翻譯出來的 有兩個方法 算尸是說 我是真心、誠狠的 你可以相信我 這是其中一個 他這樣去呈現自己 你能夠對我有信心 這其中一個意思是誠狠 另一個誠狠的定義 就是說 你是很誠狠 原來你誠狠的意思是 你是很誠狠想去做成 那份是你將要去成就的工作 你很誠狠、誠心去做 這個就是 為一些工作委任給你 你很誠狠地執行 所以呢 第二個意義裡面 經短裡面 又這樣解釋到 叫做 這種博士 這個文字本身 說到 一個人 他除其他慾望 再沒有其他慾望 這個物質實際慾望 除了 Krishna Bhakti之外 Krishna Bhakti之外 他沒有其他的慾望 而這個人 他誠狠的話 他唯一的慾望是服務主和奉獻者們,再沒有其他慾望 他內心惡襲,有些慾望和物質世界有關的慾望 但他經常會後悔和懺悔 只有這樣的時候,他被稱為誠懇的人 後來,巴拉丁馬哈拉就引述聖免伯格拉談 Krishnah和烏特華在第十一篇中的對話 這是一個很有名的詩節 大意是說,總是一個奉獻者聽過關於Krishnah的榮耀 但同時,他不能完全做一些對主的服務 他只是單一去聆聽和唱上主 因為他還有其他的惡念 然後他繼續說下去 Krishnah和烏特華這樣說到 他在伯格拉談這樣說到 他提到,他說 一個人是崇拜我 一個人是貫注在我那裡 他的地位是怎樣的呢 一個人是,他在崇拜我的時候 他懷疑了很大的誠懇地崇拜我 他懷疑了愛和情感 不是呢 他不是視為只是,他不是認為只是責任去崇拜Krishnah 他不是說愛和崇拜Krishnah 他不是出於責任 他說 他說 他感覺到 這個應該是我的生命和靈魂來的 他愛Krishnah 就是我的生命和靈魂 這件事應該是對我來說 成為一件最自然不過的一回事 就好像書裡巴鐵塔過 他講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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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書裡巴鐵塔過的祈禱 他怎樣祈禱呢 他說 我對Krishnah 他說 讓我 有時候我會祈禱 希望得到這個世界物質上的東西 我祈禱 我會說愛祈禱 希望得到這個世界物質上的東西 願這件事轉化到Krishnah 我這刻的心慾 要完全改變 同樣的依父和執著 轉到Krishnah 讓我對Krishnah 對你的服務有這個自然的吸引力 他講到 書裡巴鐵塔過的 是一首歌 在經典裡面提到這一點 我對現在的世界上的東西 我很愛戀 讓這件事轉化到 是對主的服務的 馬拉 再提到 書裡巴鐵塔過的 他有提到 有另一個例子的秘語 有另一個例子的秘語 我的主日 Rubakosomim這樣祈禱 在這個物質世界裡 少男少女 他們很自然 很傾慕 很愛戀對方 男人吸引女人 女人吸引男人 這個物質世界 很自然的一回事 所以同樣 主 何時那天會到來 我會 同樣 很自然 給你主 和你的服務 所吸引 書裡巴鐵塔過的 用這個例子 巴鐵塔過的 他講到 一個人 如果懷著這樣的慾望 去崇拜我的聯花竹的話 會有什麼會發生呢 Tato Bajimam Bito Askebat 一個人 他有完全的信心 想來到 和我有個關係 想去服務我 Shadalu Vishjai 一個人 他 有一個很強烈的堅信 好 我要得到這件事 不知 無論 我需要做什麼都好 我真的 我真的 我真的不會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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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關心那些事情 我只是想 我唯一想 在這個位置 我能夠 對奉獻者 和對主 有真正的吸引 當奉獻者 處於這個地位的時候 但是 同時 我能夠 因為他有惡習和惡念 Anatta 他不能夠這樣做 那會怎樣做呢 這個詩節下一行 就講到這一點了 我們重新 就是說 那個奉獻者 他有一個很堅強的信念 就是說 我不惜一切 我都要 怎樣都好 千方百腳 我想得到對主 和主的服務 的吸引在那裡 但同時 他仍然有惡習和惡念 在那裡 Anatta 在那裡 這個就是 他想面對的 這個 叫做 一個兩難的局面 但那裡 好像 世俗的東西 還在拖拉著他 那我們看看 主要怎麼說 然後 Kristian 說 我就是那個人 我就是那個人 就會入到那個人的內心 Kristian 說 我親自入到那個人的內心 他有任何惡習和惡念 他有什麼慾望 對這個物質世界有任何慾望 他會去 那個奉獻者 會去懺悔 他不想心裡有這些 Kristian 說 我親自入到那個奉獻者的內心 把那個慾望 連根 撤除 這就是Kristian 他說的 回答這句話 他幾個恩賜 奉獻者 當他有著 這些 矛盾 Kristian 親自 入到心裡 他說 連根 撤除 這些慾望的根 對物質世界的 戀斬的根 連根 撤除 這就是Kristian 他跟烏達說 他承諾 博家庭的承諾 使他免除了所有任何這個物質世界的慾望 因為他想去變成狠 所以他會變成真正的成狠 這一點 他想去變成狠 他想去變成狠 然後Kristian 幫他變成真正的成狠 這一點 這個 這個單上很特別 很多奉獻者都會爭取 動搖 和物質 和假象 作戰 這個精華就是 因為他想去變成狠 他只想去變成狠 他只想去變成狠 Kristian 就會幫他變成真正的成狠 就是這一點 因為 GuruDi說 成狠就是那個 你回到靈性世界那個 叫做 唯一要付出的代價 就是成狠 就是這樣 畢竟我們走這條路 都走了不少的時間 這樣 那 就是 現在知道一些 核心 核心價值 有成狠 那Kristian 會幫助那個奉獻者 變成狠 然後那個奉獻者 他將會能夠 執行到 那種的bhakti 而那種的bhakti 可以幫助他 成為一個真正的 Planaya Bhakti 的bhakti 使他成為一個 有著順愛的奉獻者 就是這樣 你是不是黑暗睡 不是 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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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到這些 但是之後 他還有很多延續 他還沒停 他的 還有 他連續都說兩三段 自由時光 主趁著進去,內心幫助清掃內心的污染 污垢